蓝孩轻轻抚摸着一具小怪兽的尸体 这是他最好的朋友 刚刚被人开枪打死 突然小怪兽打了声喷嚏 紧接着奇迹就发生了 小怪兽竟然复活了过来 这让小强惊喜万分 可下一秒 小怪兽一跃而起 飞快地躲藏了起来 看来望柴还对人类打死他的是心有欲击 小强连忙捞了一条肥鱼 放在了望柴面前 可望柴只是默默地将鱼拖到黑暗中 这时 水族馆长对望柴的自愈能力很感兴趣 想要对这个新物种研究一反 并保证不会伤害他 最终小强被说服 答应把望柴留下来 第二天 馆长就找了几个专家 准备一起全面地研究望柴 但他们的研究对望柴来说极其不友好 当小强发现时 专家已经对望柴进行麻醉 要抽取他的脊髓液 小强想要阻止 却被馆长以干扰实验为由轰了出去 这让小强非常气愤 明明是自己的宠物 却被人却占纠潮 失落的小强只好向家走去 在经过路灯时 路灯突然闪烁起来 小强没有当回事 可当经过下一个路灯时 又闪烁起来 这让他感到很奇怪 当回到家后 小强意外地发现自己的眼睛 竟然变得和望柴一样 而且呼吸声还伴随着怪物的伺候 甚至连脾气也越发地暴躁 对于这种变化 小强恐慌不已 难道自己最终会变成一头怪物吗 为了缓解内心的恐惧 小强约了女友小美 一起到海边散步 勤到农处时 两人不自觉地想要相互品鉴一下 可小强嘴上突然冒起电光 小美还以为这只是静电而已 殊不知 小强的身体已经产生了电影 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呼救的声音 原来是两名少年在游泳时 被什么东西脱下水失踪了 小强看到远处绿色的闪电 瞬间明白这是望柴的同类所为 第二天 人们就在草丛边找到了一阶段地 显然这两人已经遇害了 看着他们痛哭流涕的父母 小强第一次对收养望柴的做法 产生了动摇 毕竟他的同类都是凶残的怪物 接连几天内多人被怪物袭击身亡 这引起了小镇居民的恐慌 警长召集了所有的居民 一起商量对策 这时 一个男人提着一袋怪卵走了进来 他把怪卵倒在警长面前 告诉他 附近海域还有无数的怪物 如果孵化出来 所有人都会成为盘中餐 在得知小强有一头小怪兽后 警长勒令他亲自为望柴打上追踪器 这样就可以找到小怪兽的聚集地 然后一网打尽 小强虽然心有不忍 但迫于压力之下 还是在望柴懵懂的眼神 为其打上了追踪器 这招果然很奏响 不久后 望柴随着同类聚集在一处失地中 得到消息的小镇居民 纷纷拿起武器前去围解 一场人怪大战即将拉开序幕